263.大公報 習近平奧巴馬電話敲定9月訪美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6大公報信 據新華社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1日 應約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 確定將於9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據報導 習近平指出 當前 中美關係總體發展良好 兩國保持密切交往 各領域無實合作穩步推進 在重大國際 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 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民交流高層初相取得重要成果 英總統先生邀請 我將於9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我願同你一度努力 通過訪問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 擴大雙方各領域合作 奧巴馬表示 美國人民和我本人正期待負 W型習近平主席今年9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雙方正為這一重要訪問認真準備 今後一段時間 美方將與中方積極協商 確保訪問取得豐富成果 奧巴馬表示 伊朗核問題談判達成全面協議 中方發揮的作用十分重要 美方感謝中方為達成這一歷史性協議所作貢獻 美方希望與中方繼續協調合作 共同努力 確保全面協議得到實施 美中在伊朗核問題上的合作表明 只要雙方合作努力 我們就能夠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經濟發展 公共衛生等全球性挑戰 習近平強調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的達成 有力維護了國際核得擴散體系 為國際社會提供了通過談判解決重大爭端的有益經驗 向世界發出了積極信號 安理會V剛剛通過決議 這標誌柴面協議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支持 在伊朗核問題談判過程中 中美雙方開展了密切溝通和協調 這四兩國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有一重要體現 中方將繼續和包括美方在內的有關各方保持建設性合作 確保全面協議和安理會決已得到實施